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做平移旋转和缩放 那平移旋转缩放有两种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 第一种最简单的就是 你刚进来之后是不是看到那个有三个轴线 那个轴线上面都有键头,对不对 你在键头上面拉一下 它就会在那个方向移动 OK,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平移 那但是问题是旋转和缩放怎么办 旋转和缩放 你注意看到谁会有轴线啊 只有你选择的物体 按右键选择的物体才会有轴线 但是这个轴线其实 目前你看到的箭头是平移线 那如果你要让它变成缩放或旋转的线 你必须要去选下面的部分 那这个,这个是我们做平移的动作 那这个是我们做平移的动作 接下来你看 我们要沿轴线移动 这个OK 沿轴线的缩放要选这里 刚刚是键号是三角形的这个 你把它切到四方形的这个 它就会变成缩放 但是它是对单一走线的缩放 所以其实是压扁或拉长的动作 OK 那如果你选这个拳权呢 就是旋转 OK 所以这是平移旋转缩放的简单方法 但是一个更快的方法是 请你记住三个键 G,S,R G是移动 S是scale 就是缩放 那R呢 是rotate 而且这个G,S,R是针对整个物件 不像它这个只针对一个轴 G,S,R是针对整个物件 那它比这个延轴线的动作会更快一点 所以你延轴线你可以把猴子头拉得很厚 或者压得很扁 那旋转你也可以把猴子头改方向 那接下来呢 你快速平移 G,S,R G是抓取 其实就移动 R旋转,S,缩放 你直接随便选某一个物件 按右键选它 然后按G 你就会发现它的东西一直跟着你动 OK 那你可以按Shift A去新称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是按上面的ADD 这个也是一样 Shift A也是个快捷键 按G会马上抓着动 按R会马上抓着转 按S会马上抓着缩放 OK 而且这个Scale跟刚刚的那个Scale是不一样 刚刚那个Scale是单一轴线 这个是全部整个放大 所以请练习这两个东西 都是平移旋转缩放 但是一个是沿轴线 一个是不沿轴线 那我操作一次给各位看 我现在这个画面里面我移动这个球好了 我移动这个球 我按G它就移动了 我按G它就移动了 我按S它就变大 我再按S它还可以缩回去 我按R它就转 OK这是快捷键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针对某个轴线 你这样子拉它会拉动 这样子拉它会拉动 这样子拉它会拉动 对不对 OK 那我当然可以拉回来 但是呢 我如果今天在这边选 这个方方的这一个 那它会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如果针对猴子头 你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是这样子 猴子头就变很厚 变很窄 那再拉回去 然后压扁 哇压过头了 变反向 压扁 OK 那这些你都可以 做 那接下来呢 旋转按这个 它会变成三条 不同颜色的线 每一个线就会不同的转轴 OK 那你就让它转 OK 所以两种平移旋转说法 这都是很常见的动作 可以练习看看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呢 就是上到这边 我有什么第一堂课应该讲的事情 没有讲的吗 成绩的部分讲 对不对 40 30 30 还有什么没讲 课本 对课本 好 来看一下课本 课本 这个是我们的书籍网站 这是我们的课程首页 你去我的网站 点课程 选动画 就可以看到 那 这边还有一个社团 建议各位加入 这个叫 台湾Brander使用者小具 那这是一个 原本在树德科大 后来 现在在文藻学院的一个 网友 他建 那现在人 人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加进去 你可以从里面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本电子书 所以你直接从网路上存取 再来的话呢 有些同学呢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英文的书的 这里有一本 Brander Basics Edition 4 那这一本书呢 PDF档案大小30枚 你如果点这边进去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下载点 它有第三版 第四版的 第四版的 你按右键下载整本书 或者是 你觉得整本书太大了 下载很久 你就一张一张下载 可以 总共有23张 OK 那你可以看着跟着它操作 它讲解的比我详细 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 可以多看书 那如果你觉得我操作就够了 那你就不用看书 也无所谓 但是最重点是你 其中和其末那些东西 要做得出来就好 这样了解吗 看书还可以增加英文能力 所以其实是不错的 一边学动画 一边学英文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课本 再来呢 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全世界唯一一本 Blender的中文书 Blender全文指南 我自己有买 但是它是中国大陆的书 你如果要买 可能要上淘宝网 或者是到天龙 跟天龙书局下单 它那边有进 进这种 或者是你网络上可以找到 可以买大陆书的 你就跟他买 也可以 这一本 很深 所以如果你想学进阶的话 买这一本是很不错的 这个作者他曾经得过Blender CG国际大赛的冠军 所以他讲的东西比我说讲的绝对深很多 但是相对的他也不容易懂 所以你最好看完那本Blender Basics 你再去看这个会比较有用 如果你没看完 你会觉得他讲的好难 OK 那它里面 几乎是一本 操作手册 已经非常非常详细的操作手册 但是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就是 学Blender看书 很不容易学 最好学的是 别人在旁边教你 如果没办法 看影片比看书更容易学 因为都是操作 OK 那所以这后面呢 我们还有很多 之后再介绍给各位 有一些网路支援 这些网路支援 大部分都是影片 那我们会再给各位看 好 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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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烤锅 用烤锅 然后再加烤锅 烤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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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锅